大家好 我是新店中心理理長張正義 接下來請繼續收看大新店地方新聞 你好 歡迎收看10月24號的大新店地方新聞 我是張門琪 首先一起來看今天的新聞重點 為了號召民眾響應捐血 只要在10月25、26號前往新店捐血時捐血 就可以獲得美食兌換捐一張 好忙雕刻家陳馮淺創作了兩件熊貓新作品 分別只有0.4毫米以及0.7毫米 數黨新北市議員候選人吳博偉以25歲年輕之姿 投入選戰搶攻安坑地區選票 新北市都更處提醒老屋奈政祥坪和海沙屋鑑定 免費評估服務到年底為止 請民眾盡速申請 今天的活力秀一下要帶大家來欣賞大棚中校社區 松年大學國標五班的長輩精彩的舞藝 近幾個月來寫庫平民拉緊報 為了鼓勵民眾捐血 新店捐血市和知名的連鎖手扒機業職合作 只要民眾在10月25、26日兩天前往新店捐血市捐血 就可以獲得芝麻地瓜碰兌換券 近年來民眾捐血意願有下降的趨勢 因此台北捐血中心的協議庫存量 比起前兩年同期明顯不足 為了鼓勵民眾捐血 台北捐血中心攜手民間社團與企業公司行號 號召社會各界踊躍加入捐血行列 最近知名的手扒機連鎖店也發揮企業回饋社會精神 提供新店捐血市的捐血民眾 芝麻地瓜碰兌換券 主要是就是我們在路上看到說像路易莎這些品牌也有就是贊助這個捐血的活動 我們就想說我們也可以做這件事這樣 然後這一次我們是有贊助就是捐血可以拿到那個地瓜碰的地換來兌換券 新店捐血市表示這次活動是在10月25、26號兩天 而且數量有限希望民眾可以慷慨晚秀 香吉城目前的活動的時間是10月25跟10月26 星期四跟星期五的兩天 那同步的話會在新莊店 那新店店是一定會有 每天就是限量50張 只要您捐血成功 那我們當日就是限量50張 會有這個芝麻地瓜碰的兌換券 由於近來天氣逐漸轉良 感冒人數增加造成捐血人數下降 血褲頻頻拉緊爆 緊接著入冬之後恐怕將血上加霜 所以新店捐血市期盼健康的民眾發揮您的愛心 10月初到現在4種血型幾乎都是沒有辦法到達7天的安全庫存量 尤其是今天A型又降到了那個紅燈的狀態 那還是希望說各位民眾如果有空有時間 身體健康狀況良好的話歡迎來捐血 目前正好是流感疫苗吃打的季節 很多民眾擔心是不是打了疫苗就不能宣洩 新店捐血市指出只要打完疫苗身體無異狀 都可以正常捐血 記者成品專門期新店采訪報導 好忙地瓜家陳馮儉 近來完成了兩件熊貓作品 其中一件是在自己的頭髮上刻畫熊貓 這件作品只有0.4毫米 而另一件是利用樹脂雕塑的熊貓 只有0.7毫米大小 就可以彩繪上熊貓生動的表情令人讚叹 再細微的白髮畫上了熊貓的圖樣 必須透過高倍方大鏡才能瞧得清楚 這是好忙地瓜家陳馮儉最近的新作品 相當喜愛熊貓的陳馮儉挑戰過多種材質 這回用細如髮色毛筆一筆畫在自己的白髮上畫出可愛熊貓 他說真的是相當不容易 一般人的頭髮的尺寸 它的圓周是0.004公分 那0.004公分內要雕一隻熊貓出來 可以說是人類的極限 那這隻頭髮熊貓雕刻 我用了三個工作天時間完成 那可以說是我比較屬於創新 創意挑戰自己的極限 除了白髮上的熊貓 陳馮儉也利用樹脂雕塑了一隻只有毫米大的熊貓 雖然只有極微小的面積 卻能夠呈現出熊貓生動活潑的表情 精湛技術令人嘆為觀止 我以十個工作天設計完成一件 只有0.7毫米的一隻熊貓作品 這0.7毫米可以說是人類雕刻的極限 那這隻熊貓除了小還要生動還要可愛 引起人們的關注 那這隻熊貓它黑白分明 是人們所喜歡的 陳馮儉表示在大家看到他成功的背後 其實是無數次的失敗 儘管如此他總是懷抱夢想 不但挑戰自我達成不可能的任務 完成一件作品我就跟小孩一樣 幾乎要跳起來的感覺 他真的一件所謂的自己滿意的作品的完成 是不容易 但是他的背後呢 我是走了40多年的一個路 所以說今天的成就 是我背後呢 一段漫長艱辛 耐得住寂寞的一個孤獨路 數十年如一日的投入經歷 在航忙雕刻世界當中 雖然孤獨 但陳馮儉不以為苦 卻反倒成了督促自己更加精進的一股動力 記者聲明者們奇心店採訪報導 這次在第八選區的選情相當激烈 新人被出 其中以數黨身份參選的吳伯偉 年僅25歲 是這個選區最年輕的候選人 他表示 雖然沒有像大黨一樣的奧元 但他會一步一腳印走遍大街小巷 向選民爭取支持 穿梭在新店安坑地區的街道上 數黨新北市議員候選人吳伯偉 沒有大陣仗的助選團 和前來幫忙的朋友 兩個人走在安德街上 一步一腳印的彎腰握手敗票 吳伯偉說自己是個選舉新人 擁有的資源並不充足 雖然無法掛看板設立競選總部 但他會用一雙腿一雙手 勤跑地方 讓民眾知道他的理念 我們就是勤跑 我們在路邊街頭選獎 每一天 我會在中安橋 跟我們的安康橋聊道 等等的重要路口 進行街頭選獎 那我們也會 每個時段都會在安坑地區 或新店地區 各個不同大大小小的商道中 去做街頭的宣傳跟走路 對 我們都是這樣子 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才25歲的他是這個選區 最年輕的議員候選人 不少民眾看見 也都會忍不住直說好年輕喔 但這也讓吳伯偉的參選 受到了質疑 他表示自己會用腳踏實地的態度 改變政治環境 也為地方爭取更多建設 長年的政治狀況下來 大家覺得年輕人能夠 為我們現在的政治情況 注入心血 注入熱情 那相信伯偉 在腳踏實地的這個路線 能夠讓大家相信 伯偉是能夠安補腳板 好好做事 那真的能夠為在地發生 從在地出發 我們要做一個為安坑 為本位思考的議員參選人 吳伯偉出生於安坑地區 這次就以爭取安坑在地 唯一一席議員為主要訴求 希望能找回在地的價值 讓安坑地區有嶄新面貌的發展 我們安坑的生活型態 跟新店有非常不同的概念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把安坑 獨立成一個新的行政區 我們要爭取自己的區公所 自己的預算 然後更高符合地方居民需求的方式 去做我們的地方公共建設 相較於大黨的候選人 所擁有的資源和協助 吳伯偉參選議員看來是格外辛苦 但他笑說不怕 年輕人就是有拼勁 不踏出這一步 永遠不知道自己的能力 能發揮到哪裡 對於這次的選戰 他會用自己的方式 去爭取選民支持 也要讓更多人看見他的努力 記者陳小旦 張芳琦 新店採訪報導 為了讓有安全疑慮的老屋 加速獲得改善或成建 新北市政府在去年提出 臨門方案服務 也就是提供老屋耐震 及海沙屋鑑定 新北市都更處提醒 這個服務完全免費 申請的時間是到今年年底 所以請有需要的民眾 盡速申請辦理 為了讓有房屋安全疑慮的老屋 能夠盡快確認建築物的安全狀態 以加速危險建築物改善或重建 新北市政府在106年3月時 提出臨門方案 只要經過市府房屋鑑检結果 是第三類建議 立即辦理結構修復的建物 經過整合1%以上所有全人的意願 以及成立管委會或更新會 就可以向市府申請輪派專業 評估鑑定單位 協助社區進行檢查 並且製作詳細評估報告書 目前已經有新店、板橋、中和、新莊、五谷、淡水、 蘆洲、泰山等共18處的老屋申請 已經有10處老屋陸續完成的詳細評估報告 新北市都更處表示 臨門方案提供的老屋、耐震、祥坪 或者是海沙屋鑑定 受理的期限 直到107年12月31日為止 提醒符合資格的屋主 謹速申請 民眾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臨門方案 或者是防災型都更資訊 可以電洽2950-6206 記者陳曉淡、趙芳琦、新北市采訪報道 今天的小小主播體驗區單元 要由大風國小的莊伯勋 以及中正國小的王思雅小朋友 來播報新聞 一起來看看 大家好 我是主播莊伯勋 為了推廣棒球運動 新北市議員廖小七今年邀請了大風國小棒球的小球員們 一起到新莊抱球 看球賽出了 感受球賽的熱血肺 也希望激勵到小球員的 繼續努力他們的棒球夢 未來成為為國中 爭王的棒球選項 為了推廣棒球運動 新北市議員廖小青今年邀請了大風國小棒球隊的小球員們 一起來到了新莊棒球場看球賽 拿起了代表主隊顏色的藍色加油棒 為職棒扶棒球隊大聲呐喊加油 議員廖小青表示 台灣非常適合發展棒球運動 也希望這項運動從小扎根 所以這次特別帶著小球員們 一起來感受職業級的比賽 帶小朋友們 一起來看看棒球的那種感覺 那也希望呢 我們台灣很適合推動這個棒球運動 跟著啦啦隊的加油歌曲 議員廖小青和大風國小的小球員們 大家都相當的興奮 尤其是看到打者將球擊出 更是忍不住站了起來激動的吶喊熱血無比 很開心 我很興奮 有 大風國小棒球隊總教練廖參東表示 這次球隊能夠受邀來到球場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經驗 感謝廖小青議員長期來對球隊的支持 而透過觀看比賽 可以讓球員了解比賽過程中 可能遇到的各種狀況 對於未來自己去比賽時 在應變上會有所幫助 今天剛好趁著這個機會 因為暑假是我們集訓的期間 所以是小朋友成長最快的一個時段 所以透過比賽的話 他們會了解說 真的專業的走位 是在什麼時候應該到他正確的位置 然後透過比賽的話 他們可以更了解 在現場看比賽 臨場感十足 讓每個人都熱血沸騰 大家扯開了喉嚨 大聲地為場上球員加油 新北市議員廖小青也期盼 這群小球員們未來都能夠繼續他們的棒球夢 有朝一日都能夠成為為國爭光的棒球選手 記者楊邦耀 周芳琪 新北市採訪報導 大家好 我是主播王思雅 許多人一聽到角力 都會以為是摔來摔去很危險 中正國小角力隊教練鄭凱文就表示 其實角力運動除了訓練體能 同時也要學會保護自己 並且需要解的反應和技巧 所以練角力好處多多 在電子上跑跑跳跳 您知道這群小朋友是在做什麼訓練嗎 他們其實都是中正國小角力隊的選手 踢到了角力 你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呢 許多人腦海中浮現的可能是粗暴 危險 可怕 但您知道嗎 角力是一項歷史相當悠久的競賽運動 在1896年就被列為奧運項目 她和摔角最大的不同就在於 不能打 不能踢 也不能折關節 需要使用技巧想辦法扳倒對方 角力雖然看起來她是比較man的運動 但是其實她強調的是利於美的發展 那其實是透過技術 對 那還有一些基本上身體的體能 然後協調能力來展現出技巧 中正國小角力隊教練 鄭凱文指出 小朋友剛加入角力隊時 最先要建立的觀念就是要如何保護自己 而她都會先以遊戲的方式 來訓練孩子的協調性 技術觀念和規則 對於角力也許有人認為只適合男生 其實不然去年討論度極高的印度電影 《我和我的冠軍女兒》 內容就正是女孩們練角力的故事 教練鄭凱文表示角力跟許多運動一樣 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強健體魄 所謂的看起來危險是因為角力所呈現的形式 但這項運動不只要靠力氣 還需要用腦和智慧才能夠贏得比賽 而她在帶隊時更重視孩子的品德培養和常規觀念 所以加入角力隊的孩子不僅變得身體健康 反應靈活 專注度提升 同時更懂得自動自發互助合作 記者楊八丈超方琦 新店超方報導 廣告後繼續來看火力秀一下單元 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這是我們家 吃飽飯後大家像死魚一樣無聊 爸爸一直擔心店裡的狀態 阿公覺得無線台轉了整次好無聊 我的網路又慢又卡 玩遊戲一直輸氣死人了 大姐手機訊號不穩 直播長長未斷 二姐跟媽媽吃飽後無聊到發呆 自從我們家裝了一條光纖網路 我的網路用標的 打怪工程掠地不再卡卡 阿公也很有精神的看第四台 爸爸裝了Home Security 就很輕鬆地可以掌握店裡的情況 透過高速Wi-Fi的環境 大姐可以開直播賣東西 不怕信號中斷 買Video上有無數戲劇電影 二姐就可以追劇看她的歐霸了 媽媽也不用出門逛街 就可以上Momo購物 這時大姐在直播中看到阿公昏倒了 大家都跑過來關心阿公 爸爸教媽媽緊急按下Healthcare服務鍵按鈕 並詢問阿公狀況 寫涼血壓做喜糖檢測 我早是覺得大家都不知道在想忙什麼 因為阿公根本是睡著了 大家好我是新店中心理理長張正義 大家好我是新店中心理理長張正義 今天的活力秀一下我們要介紹的是大鵬中小社區 松年大學的國標舞班 這個班上的學員很多都已經60多歲 甚至是七八十歲 不過他們跳起國標舞風采依舊 而且全身都散發著自信的迷人光彩 現在就趕緊讓我們來看看他們精湛的舞藝 在新的時間裡 倆街吹野生氣 木四朝大地 想问真正春一夜 你要去哪里 心里有语气 我会有光临 你想运动一下 不然在闲在家里面 一起无聊不如出来活动 同时可以训练记忆力 因为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 国标舞有的时候有跳舞序 是可以让我们增加一点记忆力 我们参加活动对我们好 学的时候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有音乐 音乐是我们喜欢的 然后又可以学到东西 然后又可以跟同学有互动 教完回家很开心 要来之前也很期待 我那时候没有想要来学 可是我只是说来看我的朋友 就是做那地方我看老师教的不厌其烦 很有耐心 而且舞步跳得很漂亮 所以我当下我就报名 我已经参加两年多了 就很开心的事情 对我们这种退休的人来讲 尤其像我们男生来讲 跳这个舞的话 男生又要继舞系 还有指导女生 某种程度来讲 对老一时代症还蛮有帮助 年轻的他经历比较充沛 那像我们这个都是58岁以上 才能参加的 所以年纪比较大的 也有七八十岁的 所以我们动作不能太艰难 这次老师教的我忘记了 没有学好 下次再来 一个舞大概一次是不会让你学到 很漂亮很精准的知识 就是一直要重复重复重复这样 遇到挫折就不断地练习 练习是最好的方法 跳多了自然就会跳熟了 在休息时间 不会跳 大家比较会跳的 就会指导比较不会跳的 甚至于在利用LINE 可以把摄影的资料互相传来 大家可以参考 第一 我在教的时候通常是放很慢的 就一步一步的 那会反复不断地练习 那我们不要求多 就是那一小段你能够记住 那我们再接下去 撑踪走过 人生的某个家 让怀念代替忧愁 就算复兴的音乐 已不再回头 让时光充满所有 你看我 我身体很健康啊 就跳舞跳的 是不是 没有什么障碍 也没有什么毛病 有运动到 身体比较好 然后出来朋友也比较多 老师教的舞步你可以记起来 你可以练得很熟这样子 然后在秀的时候秀得很顺利 跟你的舞伴可以互动得很顺利 很有默契的感觉就很好 一方面是可以认识很多好朋友 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们的郑老师真的教得非常好 最开心的就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认识很多大哥大姐 然后可以交了很多朋友 然后友谊就 大家都相处得非常的快乐 有的时候要哄一下 偏一下 就是年纪大的跟小孩子一样 你就是不能一直教一直教 就是我们那一步 啊不会 啊我们再重来啊 不会再重来 只有一步就好了 不要要求说 你一定跳很多步 那这样慢慢累积 最后你会发现 他们也可以跳很长的舞步 接下来看宝贝亚有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卡拉赫拉的小动物陪你一起看电视 现在新用户申办数位有限电视 加HD99高画质套餐 年月年角想好理二选一 详情请洽2917 3939 大新电视为电视200台以后免费请你试看三天 高画质套餐 电影套餐 运动套餐 与娱乐套餐 亲子套餐 通通免费看 详情请洽2917 3939 新北市劳工局即日起到10月31日 举办消费感恩集点活动 活动期间到劳工局辅导的22家 市场按摩小站 与5家优良按摩院 就可以参加集点抵消费 数量有限 对完为止 新北市诊所前起楼全面经验 经6个月宣导后 自9月1日起开罚2000到1万元 请民众无比遵守 以免遭罚伤了健康又损了荷包 避免蚊虫叮咬 民众在外活动时可穿长袖长裤 裸露处喷胃腹部 许可含底壁脂肪纹液 若出现发烧 头痛 关节痛 出疹等任意疑似登革热症状 请速至本市登革热快筛合约院所就医 以上的新闻内容 都刊登在大新店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门琪 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